香港红十字会至1950年成立 一直在本港和海外提供多元化的人道服务 接下来,我们很需要你们一起参与 2017至2022年的五年策略发展计划 在2017至2022年 香港红十字会透过动员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和人士 为实践人道理念而努力 我们以人道为基本原则 透过各类型的服务、教育、预防工作、宣传和倡议 改善弱势社群的情况 做到防止及减轻人类疾苦的最终人道目标 五年策略发展计划的目标有三个 策略目标一 在危难事故中拯救及保护生命 危难事故包括自然灾害、技术灾害、公众卫生事件和社会动乱 每当本地或者海外发生危难事故的时候 红十字会的人员都会迅速提供人道救援服务 我们会在未来五年进一步加强内部应付本地危难事故 包括台风、山泥惊涉、火灾、甚至海难、淋漏 这些严重意外的应变机制 快速兼且有效地向市民提供所需要的人道服务 我们还会和政府加强联系 在事故发生之后主动积极协助受影响的市民 五年后香港红十字会能够加强对本地或者海外危难事故的应变能力 并积极参与应对本地和海外的危难事故 策略目标二 加强社区应对危难事故的能力 香港红十字会会继续帮助普罗大众掌握灾难应变 急救、心理支援和预防传染病的基本知识 令到每个人都具备基本的灾难求生技能 急救和心理支援尝试 这样,在危难事故发生的时候 就能够保护自己 甚至帮助你的鱼舍 发挥到互相帮助的人道精神 同时,我们又会协助面对高危风险的社群建立网络资源 令到这些社群都有意识和能力 去应对危难事故 这样就有更大机会可以减低人命伤亡 或者财物损失 令社区早有回复原本的状况 五年后,香港红十字会 能够令更多公众学会如何应对危难事故 并改善高危社群应对城市危难事故的能力 策略目标三 推广人道价值及关注人道议题 为了鼓励更多人加入人道工作的行列 作出保护生命 关怀商困 维护尊严的人道行为 我们更加会透过分享、体验、探索 参与不同的人道教育活动 向大众宣传有关价值观 希望他们由心出发和自愿参与人道工作 推广对象不但价值得职员和义工 还包括委员、服务使用者、捐款者和社区合作伙伴 我们会积极探讨本地和国际事件所引发的人道议题 鼓励大家多点去关心世界发生着的人道危机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为防止和减轻人类疾苦出一分力 令所有人生活得有尊严 五年后 香港红十字会持份者会多了参与人道工作和活动 香港公众也会更了解和关注本地和海外人道事件 为了达成三个策略目标 香港红十字会会善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资源和专业经验 同时较强本地社区联系和增强义工力量 致力将红十字会发展成为更健康和高效率的机构 你都快点加入我们 一起为人道行动同发声 令香港成为更安全健康的城市